程式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就是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直接在這個上面按執行 它會幫我把結果給丟過來 有沒有就是說這樣清除就清掉 這個是直接把公式直接這個結果直接輸出 那你想說你需不需要做按鈕其實 也不完全需要啦因為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只是希望看到最後結果就好了 我們不一定說 一定要對應一個按鈕在上面 那如果有按鈕在上面會比較方便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把這個按鈕 把它再加上去所以呢有三個sub 有沒有123對不對 那當然相對這邊可能就需要三個按鈕可是之前 我們做聚集錄製的時候已經加了兩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需要把它刪掉重加其實不用 你可以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就可以了也就是說上面錄個按鈕你是可以變更說 它原來按的是指的是哪一個sub但是你可以把它改 比如說我這個是希望把它改成第一個叫門號公式 那你可以點了這個之後呢它以後就執行門號公式這個是我們自己寫的 然後並且你可以把上面的名稱一樣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直接把這上面的名稱呢把它貼上去 那它就會執行我們剛剛的門號公式 那清除的話呢一樣我們可以重新指定 叫門號清除好了 那你可以怎麼 把它複製然後直接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還有一個門號啦 那這個門號的話當然你可以在這邊再增加一個按鈕有沒有點下去然後拖拉 不過跟各位講喔 以後的話如果你要增加按鈕我是建議這樣做啦 就是說呢你不要每一次都自己這樣拖拉 拖拉一個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拖拉的大小可能都 或多或少 都不太一樣大 所以呢像我自己的習慣這樣 我可能會先做一個然後呢把它按右鍵複製 在旁邊貼上 為什麼呢 因為貼上的話兩個會是一模一樣大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那個第2個拖拉出來的是不是跟第2個或第3個一模一樣的問題喔 有沒有那 可是問題這兩個不一樣嘛沒關係 你可以點旁邊一下 再按右鍵 重新去指定 這個叫門號好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門號複製起來 然後這邊把它改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OK了 所以清除掉這個按下去這裡面是公式 按這個的話呢這裡面是結果 這樣就蠻可以看得出 它的差異點 OK 好那這個是 VPA的一個基本說明 接下來的話我們大概這個範例也許先到這裡 接下來的話請各位再去開啟 另外一個範例 請各位試試看喔 151開頭這個 其實還有其他的範例 我們先舉這個 擷取瓜二無中自串這個 那把它打開 這一題的話基本上 又比 這個我們現在這一題 還要來的稍微又更困難一些些喔 那哪個地方我們把它先放大一下 首先的話呢這邊有 A欄跟B欄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怎麼樣 特別是喔 B欄的部分喔 請你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原來的需求 其實B欄這個是 參考答案啦 不過 當然呢我只是 示意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B欄實際上是要什麼 要A欄裡面的刮符 的資料 也就是說呢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 刮符裡面的資料抓過來 好啊各位可以 不要 假設啦 你盡量如果 可以不用偷看那個 參考答案的話 那當然最好 不過可以各位提示 這邊的話呢可能會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的話用fine 第二個的話用mid 第三個的話用ifl OK然後就可以幫我把什麼 把我要的刮符裡面的資料 抓取到 B欄裡面 那如果說裡面假設沒有刮符呢 那這邊就沒有東西 大概是這樣而已 好啊 為什麼需要 這樣做 其實你會發現喔 我們常常會在資料裡面喔 外部取得的資料 其實他 不完全你要做報表的時候不完全喔 就是剛剛好是你要的 他可能是 很大一個資料 像前面那個範例是我們的門號是從好幾個欄位裡面串接出來的 另外一個需求是我們要的資料剛好是只是那個欄位裡面的有一小部分的 的地方 比如說呢 我們刮符裡面 或者是說我們在什麼字的前面跟什麼字的後面 我們要這個中間的資料 那當然呢如果 以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當然是 緩不計其啦 可是呢 如果你要用什麼 用Excel幫你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呢 也許我們會 想想看喔 先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然後再來什麼 再進展到 所以待會這邊可以複製 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把它改成用VBA 所以其實喔 今天的VBA 會 在 做變化題 如果今天 這邊用函數 這邊用VBA 該怎麼做 請各位 先自己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 看一下這個練習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使用這幾個函數 Find 加Mid 加Effail OK那我們來看 把這個先delete掉 B2到 B10這個範圍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地方呢如果要抓 前刮符的位置 不過我是建議啦 像A2這個地方沒有刮符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從 把優標放B3好了 因為B3這邊才有前刮符 那我們第一個 會先用到什麼 先用到那個 Find函數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找一下 這個前刮符在哪個位置 然後再找後刮符在哪個位置 那中間這幾個字就剛好在前刮符跟後刮符中間 所以我們再用Mid 先用Find Find前刮符 Find後刮符 然後再跟他講Mid的位置 那如果沒有那個什麼呢 刮符的話會發生錯誤 那再用ifl去把他過濾掉就好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插入函數 先用什麼呢 先用文字與資料裡面的Find 所以你可以找到Find OK 然後呢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我要三個訊息 第一個的話 FindTest FindTest的話 這有時候常常會搞混 到底是FindTest是 是要去找的文字 還是你要找的關鍵 其實 這樣 底下這個within 可能啦 這個Find我印象中這個應該是 要找的關鍵 就是你那個符號在哪裡 所以我要找的是前刮符 那理論上前後要有雙銀號啦 不過他蠻貼心他會自己幫你加 所以移開 自己幫你加 所以其實你只要打一個前刮符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的話 within within應該 顧名思義 在哪一個 有沒有 是一個 含有欲尋找文字串 文字串的搜尋目標文 這有點繞 其實意思說你要在哪邊去找 所以就在這邊裡面找 那假如說呢你找到之後的結果 他會有個數字的話 而且這個數字是對的 那表示你這個公式 應該沒有問題 第三個字的位置 沒錯 那我們就按確定 所以呢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得到3 但問題是這個3喔 其實不是我們要的 OK 不只是要3 我們應該是從第3個字 不過應該是從第4個字開始 要取5個字 所以 我再來的話其實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複製完取消你在旁邊 再貼上一下 那你會發現你只要把這個 公式裡面的前刮鬍改成後刮鬍 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9就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呢如果我今天要切割文字的話 那切割文字就是從文字裡面的那個MID 你只要找到MID函數 MID其實是MID MID的話意思是從中間開始算起 中間 好 那首先的話我要切割文字 哪個字 從這個字喔 那哪個字開始 就這個 這個第3個字加1啦 從第4個字開始我要 第3屆冠軍要幾個字 要5個字 可是你不可能說出5啦 因為底下還有有的是4個字有的是3個字的 不見得都是5個字 所以呢 這裡我們必須要算 那怎麼算 其實喔就從後刮鬍的位置 減掉 前刮鬍的位置 但是又多一個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我們是從 這個什麼呢 前刮鬍的位置下一個字取 所以記得喔這邊要再減1 這樣都OK了 那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第3屆冠軍 可是問題啦 問題我們最後 應該是要把這個結果放在這裡啦 所以喔 如果我想要不分成三個欄位做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 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 這個公式喔可以直接拿這個fine 先把它剪下來不包含等號 然後呢在這邊插入什麼 插入剛剛那個mid的動作 middle函數 又一次一次完成喔 什麼字在這裡 哪個字開始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加1就可以了 就是 前刮鬍的位置加1 幾個字呢 再貼一次 把前刮鬍的那個 刮鬍 前刮鬍把它改後刮鬍 意思說 後刮鬍減掉什麼呢 再貼一次 前刮鬍位置再減1 不就OK了 所以剛剛我們 等於是你如果不熟你可以在旁邊先做 做完之後呢 再一次性的完成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當然你可以向上填滿 不過喔 會有幾個錯誤發生什麼錯誤發生 就是說呢 只要是裡面沒有刮鬍的 它一定會出現什麼 緊 緊 緊的話通常在 ECL裡面意思是說 它的錯誤代碼 錯誤的意思啦 所以 理論上緊開頭都是什麼錯誤 後面跟你講說 Value Value就是資料錯誤 為什麼資料錯誤 因為你不是叫我去fine嗎 fine意思是說 你不是叫我去fine 前刮鬍 可是為什麼你裡面 卻沒有任何的前刮鬍 或者後刮鬍 那意思就是啊 你給我的資料有問題喔 應該是要有刮鬍 可是為什麼沒有刮鬍 當然我們不可能說 我在這邊 好啦我補個前刮鬍 補個後刮鬍給你吧 對不對 這樣有點怪怪 雖然它消掉了 可是呢 這有點 不ok啦 所以我們不可能在這邊說 幫他加一個前後刮鬍 讓他不要Value錯誤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喔 如果假設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讓他不顯示 所以喔 如果以後你有這種需求 如果有錯誤訊息 但是我 不要 有點怪怪的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人喔 反正眼不見為鏡 有錯就算了 反正也不影響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 如果有錯誤訊息 我不希望讓他被看到 那怎麼辦 很簡單喔 你就直接把 剛剛的公式 就B3這個公式 一樣把它剪下來 那記得剪的時候不要等 不要包含等號喔 按右鍵剪下 所以我的習慣是喔 公式就是一次貼回去 一次貼回去 你可以一直貼就對了 反正這個公式 只要是裡面一直往外做 那可以做很多層 而且不容易發生錯誤 那可是問題喔 要貼到哪裡 記得喔貼到邏輯裡面 的 if al 什麼叫if al 我剛剛講過 警字號開頭的就是錯誤 那如果 假設啦 他意思說如果有錯誤的狀況發生的話 那我要 幫你 怎麼處理啊 OK 所以呢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請你把剛剛 剪下的公式貼到value這裡 意思就是讓他驗證看看 那如果 底下有一個叫 Value if al的話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公式進來的東西呢 假如有類似像這樣的錯誤發生的話 那我要幫你怎麼處理呢 你幫我清除掉就好 清除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在這邊打什麼 清除 還記得吧 很簡單喔 特別是不能保持空的喔 要打什麼 對 兩個雙以後 這個就表示清除了 有沒有跟那個VBA道理鞋一樣 OK 這樣的話按確定喔 我們來看一下 向上填滿 有沒有發現 如果發生錯誤 他就不見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如果發生錯誤 那他又不見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用的總共有 123 那這三個函數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抓的資料剛好 你要的資料剛好是在那個 不確定的頭跟尾 但是有固定邏輯 的這種需求上面還蠻好用的喔 OK 那另外的話 這邊可以把它刪掉 另外的話待會我們就要把它改成VBA了 那VBA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試試看喔 第一個按鈕就是按下去喔 自動幫我輸出公式 跟剛剛一樣嘛 第二的話按下去自動清除 第三個呢 按下去之後呢自動輸出結果 不是公式喔 有沒有跟剛剛那個手機 剛剛那個門號很像 第一個是門號公式 然後門號清除 再來門號 那這裡的話可能就什麼 可能就刮鬍自創公式 刮鬍自創清除 然後就刮鬍自創 就不要公式喔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把它 轉成VBA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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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